中央速读局常年报告指出 去年被捕的试读者整体人数减少 但30岁以下的初犯者比率仍居高不下 数据检视 去年被捕的试读者有3014人 年比减少15% 当中的漏网的初犯者有1143人 虽然比前年少了22% 但仍占总人数的38% 其中超过六成的年龄不到30岁 报告也指出 当局去年总共起货的读品 市值约1160万元 安非他命 海洛因和新化合制换药 是最多试读者滥用的三大毒品